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我死也不会告诉你 孩子的身世半惨危机 高华就这么一个孤独 一定给我找了他 面对他 他难以割舍心中的母爱 为了他 我可以付出我的全部 线索中断 他面对危险的情感 这个点今后不再走过 诚哥 你是怕梁脸纳了牛吧 《图法栏目》 《墨底最新纪》第二集 震撼播出 《岳南式入团》 《国际》在上 警察的一言一行 绝不淹污金色盾牌 把物品放在地上 双手包套 《建法》在上 警察的一丝一念 绝不触犯国家法律 我要杀了丽藤 这个混蛋替老公报仇 你是警察 不是杀手 人民在上 是警察的一生一世 赵队 绝不辜负人民期望 他是一名警察 警察就会随时面临着牺牲 言不了的 我臣接回凤人到底 我们这是要去哪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新一季的卧底的故事 昨天我们已经讲到 大毒贩林超成 已经现身 他就是在上一季故事当中 被警方击毙的毒枭 林超华的双胞胎的哥哥 林超成贩毒的背景 比他的兄弟林超华 更加神秘复杂 他长期在境外从事 制毒贩毒的活动 林超成回国之后 制造了针对阿辉的枪啊 还和警方发生了 面对面的对准 气焰嚼壮 很明显他是有备而来的 把手给我提上 一个人民警察公然掏枪 指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良好公民 你有什么权利 小心我投诉你 你 来 打吧 我这是打 哥 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 凶悍的对手 老赵在警队特意挑选了 几名客战队员 组成了一个侦察小组 由阿辉来牵筹服 下面呢 布置任务 这个呢 是林超成 以他为首的犯罪反复 与最近 多起命案有关 组织上派去的卧底 跟踪他们也不是一天两天 你们小队的成员之一 也正在试图接近他们 以后的情报 由他直接提供 赵婷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这个人是谁了吧 有什么需要吗 杨雪 林超成这次回国 除了要报仇血恨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寻找自己 唯一的亲人 也就是弟弟林超华的女友 阿玲生下的那个女孩 而关于这个小女孩 还有一段隐情 和那个神秘的宠物店店主 杨雪有关 我一定会找她们的女孩 安心 杨雪 一会儿 不管有任何声音 你都不要动 不要出声 好吗 您好 这里是110 你不是超华 你说你怀着她的情侯露身吗 没有 放心 我不会对我亲戚那么怎么样 你找不到她 你找不到她 告诉我还在哪 我死也不会告诉你 好啊 我估计超华也想你了 我带你去见 我带你去见 我带你去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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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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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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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